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握不用看诊的周末 陈耀昌医师穿上原著名图腾背心 将身份切换为作家 准备南下展开考察之旅 即使的高铁上 陈耀昌反复阅读自己的历史小说 《湿头花》 窗外景色从都市到交景 陈耀昌的心也早已穿越回到一百五十年前的台湾 这一趟旅程连陈耀昌自己都数不清 是第几次为了追寻历史前进国境之难 我有想过会不会在另外一间 可是我没有办法证明所以我就不贏 是是 不要紧 如果这样最好 这个太好了 与陈耀昌同桌的都是台湾历史爱好者 一位是白天正职当工人 晚上假日便文史学者的兼职作家 另一位则是陈耀历史博士生 老中青三代组成考察团队 现在已经是一个team 我们现在是有目标的team 这位是陈耀历史系博士班的毛迪森 我跟他认识是很有趣 我们就是在庙里面相见的 相遇的 他也是已经吃了好几遍吃 我们刚好志同道合都想研究这些台湾史 所以就变成一个team 大家一起中了 这次团队出动考察目标 正是陈耀昌著作 《獅頭花》最后一页的未解之谜 《獅頭花》故事背景为 情侄大臣沈宝珍在牡丹社事件后 执行开山俯分政策 一八七五年发动清朝淮军 攻打当时颇具规模的原著名 囚邦大规文王国 史称獅頭社之意 根据文献记载 一共有一千九百一十八位怀君丧命 其中九百多位病死的怀君 被葬在屏東访寮 四百多具已经被挖掘 放置在白君营一种祭祀 那剩下四百多具怀君遗骸呢 程耀昌将目标锁定在一间 連網路定位都找不到的 神秘小庙袁靖祠 那可是我那时候一看就两个疑问 第一个一六三六年还没有清朝 一六三六年还是明朝 第二个呢 这个和益勇金和彩勇 这一段名字什么怎么来的 这间原禁词前方露面 曾在一九九七年因电信工程 挖出三百多具骨骸 会是怀君吗 没有门口血的检史 却不是这样说 陈耀昌发挥医师口救精神 将检史内容与历史资料做比对 揪出许多矛盾之处 只一是检史内容出了错 陈耀昌也联络到 当年盖原禁词的老乡长来还原 这里挖出的骨骸 真实身份为何 若原禁词的检史是由保生大地 企机所写下 那么真实信就打上问号 更印证了陈耀昌 质疑妙语检史有误的推论 我发现他的脑筋真的动得很快 大概大概我就是才讲几个点而已 他就可以把全部都连贯起来 想想我怀疑他脑袋里面应该有内建一个 制图栏体对 他可以把它迅速把它建构起来 屏东访僚是当时清朝 设有官府的最南端 过了帅芒西隐南 就算画外之地 原住民文化又缺少文献辅助 今年七十二岁的陈耀昌就靠双脚踏遍屏东 每一间庙宇拼凑台湾历史 像是被翻拍成戏剧斯卡罗的著作傀儡花 同样也是陈耀昌在屏东考察时 无意间探访到一间八宝公主庙 才挖掘出后续罗妹后事件诊断历史 我常常讲说台湾的很多小庙 后面有很大的台湾史 这个能够考究出来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兴奋的成果 所以我会觉得 老实讲我们不会觉得辛苦 会觉得说很忙很忙 可是有成果的话就非常地高兴 我们有的时候 像我们比老师还要年轻 有时候老师都是冲在前面的 我们还是跟着后面 我们有时候万一行程跑下来 老师还是很有精力地一直在问东西 我们可能就是躺在旁边了 对 然后觉得老师只要有兴趣的东西 就非常尽力旺盛 求知欲非常高 陈耀昌一九四九年 出生于台南医生世家 父亲是医师 母亲是药师 算是所属年代的台籍精英 受到良好教育 陈耀昌追随复制 就读台大医学系 理科脑袋却总装满文学墨水 我高中就看很多 我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生血压力 你生气最好就对了 所以我高中就看很多什么 违心重康 我记得我同学们看了两次 西游记也看过去到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那时候 陈耀昌是台湾协议研究权威 骨髓移植技术第一人 也曾担任前副总统吕秀莲 医疗小组召集人 性灵外节满腔报复 不甘于只待在一届 与政治的纠葛特别精彩 曾做过民进党国代 也担任过红党创党主席 后来被马英九提名监委 提名案未通过 陈耀昌急流勇退 从此退出政坛 本来是学艺科的 我觉得我们的学艺都是红色 而且只有高等动物的学艺 才是红色的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 没有啦 就那个领域不适合我 怎么说不适合你 更幸 应该这么讲 做政治 比较于 那个是众人的事 所以你必须要跟众人一起去做 像这个我只要一个人可以去学 顶多就是像今天这样 又带着一个团队的人 就可以找出很多事情 政治没有办法 一个四倍功半 一个四半功倍 渴望替这块土地做些什么 除了回归医师老本行 陈耀昌依叔叔一句话 在61岁时找到人生新方向 借我说 你借我说 我第一代在台湾的 女生做是一个荷兰网 所以你有合来协投 对 所以我就对这个 合制台湾史就开始很有兴趣 是 加起来后发现台湾的历史 第一个 常常都不是真的 就说改来改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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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去改去 然后第二个呢 文献上描写的台湾 外国人还是以台湾为止 可是这个中国方面 清代方面都是以中原的心态 所以没有真正显现真正的台湾 所以我写完以后就贴了说 好 我要继续写台湾史 左手行医 右手写书 陈耀昌走上台湾史追寻之路 其中傀儡花剧作 荣获台湾文献奖经典奖 翻派成史诗戏剧思考罗 让这位最老文弹心秀 一炮而红 更带动台湾史追寻热潮 横跨姓林与逸文 陈耀昌在一届专研干细胞 在文坛书写原汉故事 总是走在最前头 在截然不同的领域 回馈最深爱的家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